不要挑疫苗 都差不多 這很多專家的研究 打AZ也好 打莫德納也好 都差不多 打疫苗就有保護的意思 我們雖然在疫苗的部分有稍微有一點落後 但是我們就全面的引頭趕上 我相信我們也會成為防疫的模範生 今天高雄市是連續第19個0 並沒有任何的確診個案 昨天我們也公布了一例 新北市的確診個案 在高雄有一些移動的一個足跡 所以南北的移動 對於現在已經清零的縣市 大部分的縣市 這個還是存在著這個風險 所以還是要拜託所有的市民朋友 假如在這一段時間 尤其在最後我們的14加7 大概在21天 7天的觀察期 那這個7天的觀察期 也是我們的準備期 所以我們大概也盤點了 或者在現在所有的工作的場域 或者是活動的處所 怎麼樣能夠就相關的這個開放的措施 就是援力這個配套的管理 來讓我們的社區能夠安全 那現在的疫苗的施打率 到高雄到今天 我們累計這幾天施打的這個結果 我們在這個相關的疫苗的覆蓋率 到高雄到今天中午為止是24% 所以我們希望說 假如疫苗來的時候 那在這一批大概有登記意願的 大概是有19萬左右 那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能夠把疫苗打到這個我們市民的身上 讓大家有保護力 那管制的措施 我們也隨著我們現在的幾個工作的場域 正緊鑼密鼓的已經開始在做準備 譬如說我們的託育中心 或者是託兒所 幼兒園 我們不僅說打疫苗的比例都高差9成以上 我們的這個 這個要開源前 我們也在希望說能夠做快篩 那讓這個快篩 然後再加上疫苗 來確保我們的這些特定的公共場域 能夠安全 那其他相關的 這個放寬的一個措施 我們也可能 高雄市政府會在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會來一次性的 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之前我們就 未來的幾個月到一年期間 這個不戴口罩的日子大概回不去了 這個從國外的經驗來看 假如我們要 讓我們的生活的限制越小 那就一定要戴趟口罩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我想在疫情的期間 公共衛生習慣的改變 可以讓我們的公共衛生的相關的這個措施 能夠落實 那我想這個也不僅說 對於COVID-19的傳播 其實對很多呼吸道的疾病 還有其他疾病的一個傳播 都會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疫苗還是真的是最重要 不要挑疫苗 都差不多 這個 這很多專家的一個研究 打AZ也好 打莫德納也好 不然會比較快 都差不多 你不住就是最少 你有住 就說 有打疫苗就有保護的意思 所以這個要拜託大家 趕快去打疫苗 輪到就去打 假如沒有醫院 醫院登記的時候就趕快去登記 那就趕快我們把疫苗打上來 我也相信 以我們在這一兩年的 防疫的成績 我們雖然在疫苗的部分 有稍微有點落後 但是我們就全面的迎頭趕上 我相信 我們也會成為防疫的模範生